鄭伊健一年六場的紅館演唱會 今晚已經來到第五場 除了太太蒙家慧每晚現身支持老公 一班圈中好友都有來捧場 但原來伊健在第三場做翻騰動作時 就不小心受傷 還一直忍痛堅持完成演出 就醫後證實脊椎移位和右手印帶撕裂 醫生就吩咐不可以再做高難度動作 還用醫療膠布在伊健的右手臂上貼上假印帶 讓他可以做到一些簡單的動作 據知伊健受傷後 非常擔心傷勢會影響演出 但見到現場過萬觀眾的支持就令到他很感動 我一隊 雪地冰天啊 一隊 伊健還在台上說做了一年嚴格的體能訓練 就算身體受傷都撐得住 還安慰自己做了三場翻騰動作已經很好 還答應大家會盡力演出 而在第四場演唱會的時候 伊健還為歌迷送上彩蛋 在舞台上半空踏步唱歌 演唱會之後又和超過二百名 來自世界各地的歌迷會會員大合照 大家都幫伊健加油打氣 氣氛非常溫馨啊